在净土法门里面的三部重要经典 其中一部叫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在他后半部 讲了一个挺特别的观念 有的人他是以疑惑心修诸功德 疑惑心也就是他今天 他愿意来修念佛 愿意来做种种的这一些 累积种种福德因缘的事情 但是他心里面有非常多的疑惑 疑惑的意思是什么呢 做做看吧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内心里面是从一个否定来下手的 这样子疑惑心修诸功德的结果 可不可以往生西方呢 经典说往生西方 但是不是莲花化生 去到那一边呢 是住在宫殿来生出来的 住在那一边呢 等于说住在门外啊 城外 那边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五百岁的寿命 但是没有办法看到佛 没有办法能够听闻佛法僧 这一点呢 这个在经典里面说 这个叫胎生 因为其他呢 念佛 修诸功德 往生到那一边人 都是化生的 变化 变异而生的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从莲花 化生出来的 这莲花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那边生长 当我在现在 我发心念佛 发心修诸功德的时候 莲花就开始开了 那什么时候 莲花里面出现 有个新的人呢 当然我在这一边舍抱了 圆满了这一期生命 我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讲这一段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刚才讲了两件事情 一个莲花化生 为什么可以做得到 信愿行很坚定 一样念佛 一样做种种的这些修行 但是心里面是以疑惑 来下手的 去那一边也去了 但是却没有真正这个因缘 去听闻佛法去修行 等于说去那一边 摆走一招而已 讲这一段的意义呢 其实是要告诉大家呢 当我们今天 在学习一个法门 当我们今天在谈修行的时候 我们需要 全心全意的信心 这个信心 经典里面经常讲的 要用一份真诚的心 要用一份制成的心 要用一份很恳切的身心 来做我的修行 其实就是 我现在把我的身心 完全投入到 这个修行里面 疑惑 为什么会有疑惑 疑惑的意思 其实关键在哪里 我的心没有打开 我的心现在呢 即是怀疑 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三十信念里面讲的 信有往生之分 这点可能我自己 有点怀疑哦 信阿弥陀佛 确实凭着他的愿力 成就了极乐世界 我也信阿弥陀佛 他是以一个 大慈悲的愿力 愿意接纳 所有的这一些 愿意去的众生 让他们在那边 继续修行 这个意思就是 当我的心没有打开 修行是不会成就的 心没有打开 意思就是 我永远都处在一个对立 你想想看 做一件事情 当我的心不打开的时候 心里面会有 很多很多的挂碍 很多的经典都会讲 要一心称名 那当我用疑惑心 来修行的时候 那就是二心 可能吗 可以吗 心里面有 很多很多的怀疑 我们回到了一些 生活里面 很简单的例子 就以大师 当年要开创佛光山吧 你回到了一九六六年 六七年 当他第一次买下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佛光山 在高雄 边远地方的这个大树区 五十几年前 他带着一台车 全部寿山寺的信徒 去看这块地的时候 信徒 有钱的信徒 护持很久的信徒 或者跟随很久的这些信徒 看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不可能 没办法 这个地方 鬼都不会来 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大师 下车 走一圈 看了之后 非常坚定的信心 是 就是这个地方 我要来盖佛学院 我要来开创佛教事业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当时候 大师要开创佛光山 要建东方佛教学院 如果他当下 看了这个地点 他是以疑惑心 修功德 意思是什么呢 买下来了 见不见得成 不知道 试试看吧 试试看 这不是等于玩命吗 我需要浪费多少的时间呢 所以修行 如果我凡事都是 雨带保留 都是带着恶心 没有一心 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我可以 全心投入吗 不会 你觉得我真的是 能够奋不顾身吗 不会 你觉得我真的是 可以跟佛相应吗 当然是不会 所以接下去的 这个时间里面 我才有办法能够深入 大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深信 这个地方 是值得 我来这边 来开创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自己 要说 修学一个法门 我们真的是 要有那份信心 信 阿弥陀佛 更要信自己 现在当下做的事情 这是值得的 这是要肯定的 所以这一边呢 讲的第一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一份信念 这个是整个 净土法门里面 反复 在跟我们强调的 信心有了 后面 再来看到 发愿 所以在 刚才的三十信念里面 就劝勉 所有的人 都要能够发愿 愿是什么 愿其实就是一种动力 想要去追求 有了信心 只是 坐在这边 我肯定而已 但是我真的是 愿意往前走吗 不见得 我需要有愿力 愿力 设下一个目标 让我前进 有使命 这一些就是 我需要 给自己做一份 人生的规划 修行路上 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自己 没有这份愿力 去推动的话 你说我肯定 我自己有佛性 我肯定我自己呢 有那份慈悲心 但是会不会觉得 这很虚无缥缈啊 所以为什么 要告诉我们 我要发大心 发菩提心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有一个前进的动力 这一点 我们回过头回来 去看大师 这一生的行仪里面 经常会听到 他带领弟子 带领我们的 很多的行持的方向 很多时候 要去做一些 可能我们一般人 觉得不可能 好像是天方夜谭的活动 修行项目 当年从开山 到盖佛陀纪念馆 到很多很多 一些大型的 促成了 佛教界的圣事 这些事情做来 要干什么 在做的过程里面 就是在扩大 我们的心量 在净土法门里面说的 累积福德资良 所以让我们 有设下了这个目标 我看到了 其实我会下定决心 最后一个 行 当然你觉得 念佛就可以了 是的 念佛是要肯定 我自己有这份清净心 但是这份清净心 其实还不够的 清净心还需要有 非常非常多的功德累积 这些功德来自于哪里 我在我的点点滴滴里面 我就已经让我自己 用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边的思维 变成是我自己的思维 所以想想看 如果我等待我死了之后 才去往生的 这太遥远了 因为我是把它当成 下一站的事情 而不是现在的事情 现在就要往生 现在往生 往生怎么往生啊 在我的日常生活的 所有的这一些点滴 所有的我看到的 或者我自己所接触的事情 我都要把它变成是 我在西方极乐世界 当大家一遍又一遍 送阿弥陀经的时候 你应该看到一个段落 其实你看到了 那边的风吹草动 鸟叫丛鸣 所有的东西都是 让大家升起念佛念法 念僧的身 这一份心念的 如果你看五量寿经 它会更进一步的说 是怎么样子呢 那边连水的声音 那边呢 就连人走过的 所有的这些会动的 其实都会激起大家 要念佛念法念僧 甚至是那边所看到的 阿弥陀佛成道的那一棵树 都会激起大家 要念佛念法念僧 用我们现在听得懂的话 其实阿弥陀佛 它把那边建成一个 我只要我的六根 我的眼耳鼻舌身 所接触的 完全都是 这么一回事 都激起我的正念 回到了刚才一开始讲的 为什么我们会 疑惑心修诸功德 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怀疑呢 《中欧函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的典故 佛陀 堂兄弟里面 有一个叫摩河南的 摩河南呢 就是什么身份呢 佛陀还没出家之前 是希达多太子 他的父亲就是国王嘛 但是国王孩子跑去出家了 谁来接王位 所以后来就传给这个摩河南 所以摩河南现在是国王的身份啊 这个国王 他也跟佛陀学习 有一天呢 他就跟佛陀请教 他说啊 佛陀啊 我们听你的开示 学习了很多 但是哦 我们听了很多 但是我们都没有解脱 这点不是很实在吗 我们不是参加法会 上了很多的课程 但是我们还是 烦烦恼恼 还是很多问题 他就问佛陀 到底在我的修学过程里面 有什么是我没有做到的吗 这个问题很实在 不就是我们的问题吗 佛陀就跟他说 因为你有一法 没有去做 所以你没有成就 这一法叫做 因为你在家 没有出家 这句话大家听了 会不会吓到呢 完蛋了 出家才有解脱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佛陀先说了这一句话 后面要讲的 其实整个内容蛮长的 总结一句 就是诸苦尽从贪欲起 就这一句话做一个总结 是因为我们的内心 平时都在追求很多 追求什么 要填补我们自己的欲望 当我今天有工作了 经典里面啊 他那一段佛陀举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想想看吧 从小 我们念书 学一生的技能 当我今天呢 学到了一项技术 一项技能 出来社会工作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先不要说多崇高 我想要实现什么伟大的报复 大部分的人呢 想做的事情就是 可以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应该这个是比较实在吧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努力的工作 比如说我做个农夫 一年的努力 像这几年天气变化 你就知道务农很辛苦 原本四季正常的 今年因为没有雨 可能我种了果树 辛勤了一年 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雨水 不管我做农夫渔夫 可能最后结果都不好了 如果说我辛勤工作了 但是我得不到 我内心就会想 啊 难过啊 白白工作 什么都没有 两头空啊 如果今天我赚到钱了 那又会怎么样呢 佛陀说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了 赚到钱 我想要更多 我想要投资 我想要扩大 但是扩大的过程里面呢 我也会担心 所以呢 我很怕我自己投资失败 我自己都很担心 我当然想要把它变得更多 万一哪一天我的钱真的失败了 比如说被人偷了 被人抢了 或者是散失了 我心里面也是一样 又有挂碍了 钱有了 我担心自己呢 守不住 钱呢 真的又流失了 我心里面又是一片空虚 辛苦工作到头来 又是一片空 这是我们 就会发现呢 我们生活里面 一直都在这个 没有也苦 有了也苦 有了失去 当然也是苦 永远就会发现呢 到底那我在做什么 就会发现 我想要的 一直好像都没有 甚至更进一步呢 我的欲望 在哪里会体现呢 我想要的 跟你想要的 没有一致 同一阵线 譬如说 遇到财产吧 佛陀呢 在这部经里面说啊 哪里会开始斗争呢 很单纯的 家庭里面吧 父母亲会跟孩子斗争 孩子之间彼此会斗争 兄弟姐妹会斗争 然后呢 我跟我的周遭的 亲朋好友都会斗争 这点相信不用说 你也应该理解吧 今天呢 家里的长辈 往生了 争财产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子吗 父母亲可能 就跟孩子翻脸咯 兄弟姐妹 也会翻脸咯 那这个是为什么 利益摆不平 今天 长辈分的财产 为什么他得十分之一 我得十分之九 请问你这样子 会不会抱怨 不会 因为我得的比较多 如果反过来 我得的是十分之一 我的其他亲戚 得的是十分之九 你会怎么想 太少了 我应该 至少三分之一吧 我们都会在这一边来斗争吧 扩大 这一份欲望填不满的 佛陀在这一部经说 亲族跟亲族之间 朋友跟朋友之间 社会团体跟社会团体 统治者跟统治者 国家跟国家 都是因为利益摆不平 大家就开始斗争了 说到底是什么 是自己很想填补的 那个欲望啊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欲望填不满 诸苦尽从贪欲起 我想要满足的是我的 所以你说 当我在修行的时候 为什么会被瓜分掉 我的经历 因为你想想看 我一生里面 花掉在要满足自己的 那个填不满的欲望 太多了 学佛 我们要学习的 一份叫做慈悲心 两件事情 快乐 跟离开痛苦 慈满 娱乐 悲 拔苦 这个过程 也是所有的诸佛菩萨 阿弥陀佛要成就极乐世界 他想要努力的事情 他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慈悲 看到众生 想要给众生幸福安乐 但是众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他有苦 他有很多牵绊 他有太多的绊脚石 拉他一把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跟念佛法门相应 除了念佛之外 我的心要跟他相应 相应的是什么 一份慈悲心 相应的是一份菩提心 相应的是一个 从我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变成了我们的 不要一直把我跟周遭的人切分开来啊 把我的世界扩大了 把我自己投入弥陀大怨海中 阿弥陀佛成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三根仆辈 所有的人 他并没有排斥 这是我们 这一辈子可以学习的 我生起慈悲心 面对群众 不要害凶 肯定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肯定自己 现在时时刻刻 秉持着这一份菩提心 我想要带给社会 幸福安乐 我想要帮助其他人解决困难 我想要利益 其他众生 这就是大师一直告诉我们的 要把幸福安乐 带给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参加完一场法会 即是为我们过往的先人 在为他们助导 更是有一次一次的 唤醒我们自己 告诉自己 我要有那一份觉醒的心 觉醒什么呢 一份慈悲心 一份和谐的心 一份喜乐的心 甚至是一份真正 互惠 共力 共荣的一份心 这是我们 每一次参加法会 不断地回归到我们内心里面 需要去不断地深化的 大家用心地念诵 相信因为大家的这个用心 我们过往的这些先人 他必定可以感受到的 因为大家感受到的法喜 大家的这份用心 给自己的这份肯定 才是真正有利益的 谢谢大家